被学生攻占停摆第二天 传出国民党立委喊话说 能够动用警察权恢复立法院秩序的只有王金平 这等于是要求立法院高层要有作为 但是王金平认为立法院警察权的使用是针对立委 不是针对现在占领立法院的学生 这是一个治安问题 跟使不使用警察权是不一样的 但是怎么样让立法院恢复秩序呢 王金平说已经有一些的方向了 只是现在不方便透露 猛案王金平家门铃一早就有毒枣带着花 要帮王金平打气 希望服贸协议能够贯彻朝野协商逐条审查 不过立法院被学生攻占已经停摆两天 就算想开会也没场地 传出兰军立委高分被喊话 能动用警察权挽救国会尊严的 只有立法院长 这个所谓警察权大家有点疑问 所谓国会驻主对象是 立法委员 国会驻主是立法委员的对象 那现在在国会议场里面的不是立法委员 所以这个不是警察权的问题而已 这是包含了这个社会的事案问题来的 会寻求最土式的一个途径来处理 有个方向吗 现在我不宜多谈 如何轻控异常 让立法院恢复运作 王金平还在想办法 然而总统府行政院都口径一致 尊重国会自治 但这趟手山域 王金平可不好接 国会的事立法院自己解决 王金平也很坚持 只是眼看立法院迟迟没有动作 周五的院会也已经宣布取消 这场国会危机 在在考验者 王金平 记者台北 中文报导